原来大头沙特时也在偷偷吃零食啊 直接柳丁在箱子里拿吃的 直接给了大头一小桶薯片 柳丁过来时还很小心翼翼 难道是怕被沙沙发现吗 我怎么感觉是大头说 完不让沙沙吃凉的以后 他开始偷吃零食的呢 你看他吃的时候 还东张西望的看了一下呢 但不得不说 大头在照顾沙沙方面做得很到位 知道沙沙迷腹 就会盯着沙沙不让他乱跑 你们看沙沙走到大头身边 不好意思的对着大头笑了笑 沙沙自己也知道 他很依赖他头哥 哪怕想帮同事带东西 但在大头的否定下也就拒绝了 而他们俩的彼此依赖 仿佛已经形成习惯 大头每次比赛都会习惯性的看向沙沙 但有次大头回头看沙沙时发现 沙沙在看别的队员比赛 大头表情一下子就不高兴了 很明显的吃醋了 就连人家记者叫了沙沙一声 不是前名 大头也要对一眼 也不知道那记者看没看出 大头吃醋了 看到沙头这同步的配合姿势 他们的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做到啊 而混双组合要想配合好 基本上是男运动员要配合女生多一点 在混双比赛时 大头都会关注内宝的情绪 这也是他们比赛配合好的一方面原因吧 他们都在为目标努力